接著我們看練習時事 有樣做滑車實驗 他說等價速度前進 告訴你 然後質量也告訴你 中價速度告訴你都不進 第一個 法馬的重力有多大 這是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有質量有多少 重量有多少換牛頓而已 下一題就是叫做摩擦力有多大 所以顯然這一題是有摩擦力的 就回到剛才那件事情 F等於MA的F要是什麼 外力的合力 外力的合力 他告訴你的等價速度0.5是合力的結果 合力的結果 你的拉力還要跟摩擦力處理掉的結果 這跟前面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問題 法馬 就是右邊那個法馬 然後0.1公斤問幾牛頓 這是簡單的換算 但是為了單毀要在算力的時候 他需要有牛頓 因為剛好算力的時候需要牛頓 所以你就算人家不問這一題 你還是自己要把它換成牛頓 自己要換成牛頓 OK 然後這個是簡單小問題 多少牛頓 應該是男生的對嗎 還是女生 男生 你們班應該沒有38號 所以都是女生 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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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號 QR 都是10 所以那個G要帶10 MG QR 都是MG F的MMA MG 所以就一牛頓 這是簡單的單位換算而已 我剛剛講過了 就算人家考試沒有問這一題 你還是要知道 因為當你說F的MMA F還是要知道它幾牛頓 下一個就是伺乎摩擦力 還是F等於MA 但要注意F是外力的有合力 這時候顯然那個法碼的拉力是不是全部的力量 不是嘛 它有一個摩擦力 所以要跟它處理 跟前面講的題目意思一樣 你要處理過 要求到合力嘛 才能夠帶到F等於MA嘛 那請問你 摩擦力是幾牛頓 他告訴你加速度有告訴你 他要把加速度 那個滑車的加速度 告訴你0.5 還有多少牛頓 還有多少牛頓 你們還沒有18號 也不會有40號 1號 0.2 1.2 1.8 1.8 1.2 1.8 你說1.8 你做 F等於MA F是外力的合力 合力就是那個法碼的重量往下拉 可是要扣掉誰啊 要扣掉摩擦力 要扣掉摩擦力 然後呢 M就是受力質量 A就是表現的加速度 M就是受力質量 A就是表現的加速度 然後受力這樣就全部嘛 加起來就好了 1.5加上 0.1嘛 所以1.6 全部 剛剛滑車實驗嘛 受力質量是全部嘛 對不對 然後 A就是他告訴我的多少 0.5嘛 往裡面帶 所以 E減掉F 拉力 1牛頓 扣掉摩擦力 不知道 等於質量1.6公斤 乘以加速度0.5 所以 1減F等於0.8 所以F等於0.2 所以答案就是0.2牛頓 所以這一題 第一個就是跟前面講的一樣 滑車實驗要知道 誰受力 受哪些力 第二件事要回到前面 F等MF必須是外力的合力 限定有摩擦力 是要去拉力要跟摩擦力處理掉 然後就會帶進來就會對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十四 OK